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抗美援朝史诗大片《长津湖》中的一大泪点 就是胡军扮演的雷公 牺牲前唱起了家乡的一蒙小调 用最后一口气恳求战友们 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可是战斗仍然在紧张进行中 雷公最后还是长年于异国他乡 让人不禁山然泪下 雷公的原形叫中原东 是中国志愿军第27军 八十师239团四连指导员 就是他缴获了美军建军历史上 唯一一面在战场上被缴获的团旗 北极熊团旗 1950年11月27日 上级命令四连在长津湖附近的新兴里 侦察敌情 四连接到命令后 顶着寒风大雪出发了 当时朝鲜正遭遇百年一遇的严寒 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 而四连官兵身上还穿着北方俗称甲傲的薄棉衣 脚上还穿着淡胶鞋 默默地急行在冰天雪地中 中原东带领二排走在最前面 连长李昌岩带着一排 副连长王祥林带着三排紧跟其后 部队来到一个山坡时发生了意外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突然滑倒了 顺着陡坡滑了下去 而且陡坡下面就是美军的宿营地 这个战士一下子从美军的帐篷顶上滑过 落在了地上 结果惊动了美军 直接从帐篷里向外开火 那个战士不幸牺牲 庄元东见状 带着大家立即滑下去 向美军帐篷猛烈开火 消灭了里面的美军 庄元东看到帐篷外面插着一面旗子 就把旗子扯下来 想披在身上郁寒 可是旗子是绸缎的 冰凉冰凉的 庄元东就随手把它丢在地上 继续向美军其他帐篷进攻 但是在进攻第二个帐篷时 庄元东不幸被美军击中 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连长李昌岩和副连长王祥林 在后面听到枪声 立即带着部队急奔过来 消灭了大部分美军 四连继续追击敌军 这片美军营地 就被后来的三营占据了 通讯班班长张吉庆 打扫战场时 发现了丢在地上的那面 北极熊团的团旗 不过由于中美两军的文化传统不同 我军官便以为只有红旗才是军旗 而实际上 欧美国家的军旗却是另外一个体系 不同部队都有各自的军旗 团有团旗 一般都是紧断制成 秀着精美的文章 文章中心一般都有象征物 标明是什么团的部队 比如这面北极熊团的军旗 上面就绣有一头北极熊和一只鹰 庄元东缴获后又丢在地上的 就是这面北极熊团的团旗 通讯班班长张吉庆 也不知道这是重要的战利品 觉得只是一块花布就没当回事 当时春世班正准备蒸馒头 缺少替布 张吉庆就顺手把这个四四方方的花布送给了春世班 就在这时营长下来视察 看见了这块花花绿绿的绸子 觉得好奇就拿过来看看 发现上面都是杨文 还绣着老鹰 白熊 知道这块布不简单 就叫来英语翻译看看 这一看才知道缴获了一件宝贝 这面团旗是中国志愿军在抗美元朝期间缴获的 唯一一面美军的团旗 现收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 其实何止是在抗美元朝时期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包括后来的越南战争 美军虽然打过不少败仗 但是也从来没有丢失过一面团旗 也就是说被庄元东缴获的这面北极熊团的团旗 就是美军历史上被缴获的唯一一面团旗 可惜庄元东直到牺牲 也不知道自己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还是副连长王祥林后来通过新闻 才知道了他们四联的这份荣誉 因此也更加怀念庄元东 每逢过年和他的忌日 王祥林都会给他祭奠 并经常给后人讲述庄元东的英雄事迹 2017年王祥林去世前 还特地嘱咐孙子王春山 要为烈士庄元东寻找他的亲人 后来王春山从网上知道了 大型公益活动 我为烈士来寻亲 便联系了活动组织者孙嘉义 讲述了庄元东被埋没的事迹 想请节目组帮忙寻找他的后人 但是庄元东留下的资料非常少 王祥林生前也只知道他是山东邻仪人 喜欢唱遗蒙小调 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孙嘉义没有推辞 联系了几位邻仪日报的记者 经过一番辛苦寻找 终于得知庄元东是林仪市宜南县 专步镇庄家村人 因为庄元东还没有结婚就牺牲了 没有留下后代 不过还有直系后人 还出过一位博士 足可告慰先烈英魂了 好 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宝美丽 每天都在